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日本共同社引述了來自中國的消息人士指出 說大陸政府打算派遣200至300名武警 以觀察員身份進駐香港 而在昨天公安部長趙克志主持了公安部黨委擴大會議 在會上他說全力支持配合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各項工作 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好了 到底日本共同社的消息是否準確 而這200至300名武警派駐香港的時候 到底是否隸屬於駐港的國安公署 特區政府有這樣的回應 他們說不評論揣測性的報道 又說履行港區國安法的工作人員都會遵守香港法律 即是說特區政府是不自可否的 既不承認也都是不否認 實際香港人對於類似的消息 早就已經消化了 不會再覺得有甚麼新鮮或稀奇 尤其是經歷過去年一整年的示威活動 有不少次都有市民在示威的現場當中 發現到有些疑似大陸人員在現場做甚麼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有人拍了一段短片放在網上 有一名身穿著香港警察制服的人 就對著一名身穿著灰衣的便衣人員 用普通話來戴馬 說他你不配做專人 你現在是專人知道嗎 即是說你不配做軍人 究竟為何這名身穿香港警察制服的男人 會用普通話來斥責這個便裝男人 而且用軍人來稱呼他 難道在街頭劇劇 在街頭劇劇 在街頭劇劇 還是在做甚麼 後來香港警察部也沒有作出過任何解釋 不了了之 其實也不止是這一次 還有很多次 有些市民在街上 看到一些不像是香港人樣的便衣人員 當用粵語來要求他們展示委任證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正常來說 香港警察看到你這樣的情況 肯定都要罵你兩句 完全是沒有的 完全是一聲都不出 古古怪怪的 這些人好像不太聽得懂廣東話 究竟他們是不是香港警察 到了今年3月的時候 路透社登了一篇報道出來 他們引述了外交人員的消息指出 說在去年的示威活動期間 中國武警曾經參與過香港警察的前線工作 去過現場觀察抗爭的活動 這個外交消息指出 香港警察也曾經帶同這些大陸武警 去監視抗爭者以及他們的戰術 以及要加深對香港局勢的了解 所以這些消息都已經不是第一次傳出來 只不過這次如果真是屬實的話 真真正正是拿正牌來香港執法 之前你說是否完全一個都沒有 沒有人相信 你跟別人說沒有 那個人都說你傻的 不要說現在 就算九七之前 不要說武警 因為有些情報人員在香港一直都有 這麼特別才行 只不過現在這兩三百人 真真正正是拿正牌 可以大搖大擺 大無私讓來執法 而且這次是有法可依的 就是依據港區國安法 國安法第四十九條第二款 就說明了 說駐港國安公署的職責 就是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區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第六十條也說明了 說駐港國安公署及其人員 依據本法執行職務的行為 是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的 好了 說到這麼明白的時候 故此你這個香港警察部隊 豈不是淪為了次要的位置 是不是 當這班國安人員要執法 要執行職務的時候 香港警察也是管不來的 往往在歷史上都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當多於一支的持槍執法部隊出現的時候 當然會有主廁之分 你不要想著和別人平起平坐 假時間真的有二三百名的武警 來到香港是長期進駐 而且是納入駐港國安公署的編制當中 到時候 這班人就可以依法 具備執法能力了 他們就不需要靠香港警察來代辦 故此 這班人可以走到一邊 淪為一次要部隊 因為主要部隊 一定是根正苗紅 一定是嫡系的武警部隊 假使這班武警 真的納入駐港國安公署的編制的話 好了 我也有一個提問 究竟日本共同社 現在可以引述這些中國消息人士 究竟他們有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呢 我真的好奇 特區政府就說不評論 你不評論是不評論這個消息的真偽 或者這個消息的準確性 但是 你特區政府也可以評論一下 究竟現在的外媒 他們肯定是周時有料爆的 周時就引述中國的高層官員消息 或者是匿名的消息人士 不具名的消息人士 到底這些外媒 他們有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呢 我真的好奇 因為你說得明白 有些是國家機密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的嘛 但是那些外媒有猛說 然後本地的媒體有引述的 到底這個是否有問題呢 你可以說一下 如果你說沒有問題 什麼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說要保障新聞自由 如果你說有問題 你就要告訴市民 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個絕對是要公開再講清楚 去釐清 所有事情就要越講清楚就越好 不清不楚的時候 就搞到市民都會很混淆 所以特區政府是有責任 出來和市民解釋清楚 就不要所有事情都收收埋埋 一美只會走出來指著 某一句口號說他涉毒 有問題不准喊 一個官員說完都不夠 還要幾個官員輪流出來說 同一番話 有屁用嗎 大家都知道哪一句口號是你覺得 有問題不准說 不要以身是法 但在其他情況下 究竟港元的事情會否誤墮法網 究竟是否其實沒有問題 比如說你這個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昨天走出來說 原來叫某一個官員下台 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會違反港區國安法的 市民就很清晰 是不是 都是他喊不喊 是自己一回事 但你不要把所有事情收起來 搞到好像一種白色恐怖的氣氛 在社會上 搞到人們人心惶惶 既然你說到是法治社會 那你就向市民解釋清楚 到底那些條文是應該怎樣去理解 再加上一些具體的情況 具體的例子 就最好 就告訴市民 哪些情況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使得人們不會誤墮法網 不需要有那麼多不必要的擔憂 你有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你不是應該做呢 你作為大區政府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共同社又引述了另外一個消息 這就是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所說 他們就說 制裁中國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這樣做就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的經濟 而首相官底的消息人士也說到 除了美國之外 各國對於制裁中國的態度 都稱不上是積極的 好了 但是報道也說到 說日本政府也不會完全排除 對中國實施制裁的可能性 將會繼續研究 包括限制向中方官員發放簽證等措施 即是說 就算日本政府真的會實施所謂的制裁也好 他也僅限於入境限制 其實也沒有什麼作為 因為日本政府限制的大陸幹部入境 他最多不去日本旅遊 他也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那群人 又不會把他們的資產大筆投放在日本的樹 來去儲藏 多數都是去歐美的國家 所以你說這些制裁措施 如果實施起來的時候 估計都是用來敷衍美國 好像有所交差 好像有些事情做了 我相信共同社報道 引述那個首相官底的消息人士所說 說除了美國之外 都沒有什麼國家很積極地打算制裁中國 這也是事實來的 比如說在歐洲 最大的經濟體 最大的強國德國 首相默克爾 他自己也說 說要重點發展歐中的戰略關係 所以很多國家都決定了貿易利益高於一切 你那些什麼價值觀 可以暫時放在一旁 根本上大家就是看錢份上 合作 好了 至於這個報道也提到 說G7峰會將會在8月下旬至9月初 在美國舉行 說國際社會會關注 到底G7峰會會不會就香港事務 發表更強硬的信息呢 我相信就算是提及到香港的問題 都只不過是大家 下幾個國家發表一個聲明 日本也說明制裁中國是不設實際 德國也擺明不會這樣做 所以在G7集團的框架裡面 能夠就香港的議題做的 就是最多發表一篇聲明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